陰暗滑溼的水管路 只容得下一个人 可以通过的空间 东北慢慢来啊 东北那个你在那边熟啦 我们三个人受捷 在花东深山 海拔1300公尺高的龙溪电厂里 有一群人 小心翼翼地靠着头上的一盏灯 锁进每一颗压力钢管的螺丝钉 走啊 阿隆走 四十年如一日 确保每一滴从山上流下来的水 可以被有效的发电 为花刀民众带来光明 安全带 安全带 再给它拍好 这边拍好 我们兴起刚过 我们今天要去检查看看 我们那个霸体有没有掏刷 这个地点是要受吸过去 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在咸奶的附近 我们有最矮的危险 所以我们要去 今天我们工作 还有我们采访的时候 我们的人脸都要配挂 别无事安全带 防止坠落 公鸡放上车 拜登你们公鸡现在上车好不好 东部发电厂地属台湾电力公司 靠水的未能落差进行发电 发电机组分布在花莲县境内 沿着木瓜溪沿线 寿峰溪 利物溪 以及和平溪 共有11个发电厂 17部机组 年总发电量9亿度电 占东部用电三分之一 我说水力发电是靠天 在节电发电量的多少 水力发电 我们不是靠天之外 我们是有工作才有饭吃 从高山上流下来的水 经过营水隧道 流经蓝水坝 汇集进入压力钢管 抵达发电厂 进行发电 而水路客的工作人员 就是要确保 这每一道环节的水 能有效地抵达发电厂 进行发电 全带灵灾害好 就是要走过茄层 茄层如果风水既成 水量更大 基本上我们就是 不走过人缘的危险 所以我们没有去做这个工具 这时候是 今天要十二月了 我们就现在迅速过 大家要来检查 要恢复取水的功能 我们今天走这条路是因为 这个钓球海气 我们没得到 我们来走这条 现在这个钓球没用了 要旁边做一个栈道 后来我们就 我不用走这条 因为到玉汁流 毕经的过程就是 就是要走过茄层 所以说我水路客就是这样说 因为都走路客 不是水路客是走路客 走路客 快到了快到了 霸的上面最上面 被那个台风稍微冲刷 现在水就是跑到外面来了 都落到这里 要落到客戴去了 我们现在要来那些 那些烧烤水 要他们去担忙发电 我们等一下就要去那里工作了 好 最上面那一块 那一块 所以现在这样走上去吗 我们现在走上去了 好 安全带 注意 要带好哦 好 带好 带好 这里是同门发电厂的 其中一个支流 叫做同门一支流 为了有效截取支流的水量 特别在悬崖顶端 设立了蓝水栅栏 将水一路引导到 同门发电厂发电 迅起过后 蓝水栅栏却堆满了枯枝落叶 下面是集水 它会引到我们的同门发电厂的那个 它引水隧道会跟它相通 把它把这个水会送到 我们那个下面那个 同门的前子那边 然后经过压力钢管 然后送到我们水轮机来做发电 台电的水路工程人员 每一个人都挂上安全带 小心翼翼地走在支流顶端 利用沙包跟石头把水引回栅栏口 工作并不困难 胆量跟体力却要够大 我今天就这两天水要买一下 这两天水就可以 就是一点钟发四百度 一天就可以发九千六百度 一只小支流的水 就可以供给四十户家庭 一天的用电量 木瓜西沿线的每一滴水 看在水路客客长蔡万芝的眼里 都弥足珍贵 进水口就是刚刚有铁栅 看起来像铁栅栏的地方 对对那边我们刚刚清除垃圾的目的 就是让水能够顺畅进去 不会因为垃圾堵塞再溢流出去 体力是一定会具备 本来就要具备的 那再就是直接做习惯 你就觉得这家庭便饭 早上去的一支流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我们在这个位置就是有三条一支流 二支流三支流 有三条支流的水 也是把引进来增加发电量送到铜纹 我们东部发电厂它的水力发电的 它的特色就是串联式的发电厂 有龙溪电厂一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可以发出六支电 一滴水就让我用六支对不对 所以说你待会要马车 你上厕所你水也行 好 那我们就要出发 蔡婉芝云林仁是台电水路客客长 当年却是第一志愿来到东部发电厂 2019年即将借铃退休 49年了从来没换过工作 最近哦 没换完六支 每年年一月要退休了 在这边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做水路的工作 都没有换位置 在认识的过程中当然有心酸 也有乐趣 在深山工作 有乐趣也有风险 也让菜碗汁差点丢了性命 有会碰到一些野兽 但是基本上它没有攻击性 像那个山江山羊 基本上核子 当然山猪就比较 我们比较危险性 攻击性比较高 但是我们有五个人 一个工作的团队 要往我们那个清水者 进水口那边工作 当我们其中有一个员工 他就看到说 哇好像东西 苍蝇绘纹都 其实是虎头红 大家就赶快 往山上 上游的 山上的方向跑 结果那个蜜蜂 我是跑到最后一个 那个信号坐在我的头部后面 我的头部以下 到身上背后那边 总共定了超八十几帧 后来我们是请那个 空情队来救我们 这样才是生命才救回来 回忆起往事 他笑说 现在连听到苍蝇声 都会害怕 不过水陆工作 并不会因为这样 而打了折扣 桌上电脑荧幕一打开 就是气象局的雨量图 我们会看一下 这个是六个小时 这个可以看到 六个小时前的雨量 蔡文芝说 水陆工程人员 每个人都要会看雨量图 好事先预防 降雨损坏了发电机组设备 台湖的时候 它会预报说 大概的雨量 会漏在哪个区域 尽量把水位 维持低一点 我们有比较大的空间 万一水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有比较大的空间 来一遍 每年的十二月 河道渐渐干涸 也是水路工程人员 最忙碌的最休期 一个月十一个电厂 基本上十一个电厂 它的水坝 还有压力钢管都要跑完 基本上 这样都是要20个地方 再加上支流 也有最年到齐来那边 所以说平均一天 最少都要跑一到两个点 这些还都没有包括说 土花状况的 还没有包括说 一定检修的 我带你去看一个电厂 那个电厂的签子就在这边 但是它没有压力钢管 它的压力钢管是埋在地下 水路工程人员 简单的清淤后 开始进行排沙工作 利用原本储蓄在前十的水 将堵在取水口的泥沙 冲刷干净 哇 沙子都出来了 而且你们有听到 叩叩的声音吗 就是那个石头掉下 石头掉下来的声音 沙子你如果不排的话 会挡住我们的那个取水口 这是一个 那沙子如果带进压力钢管以后 到我们的水人机以后 会产生磨耗 会把那个水人机的轮液 会做磨耗 让那个轮液 我们这个水轮发电机 它的寿命就会瘦短 发电厂水路工作多而繁杂 却环环相扣 每一个环节都省略不得 压力钢管是连接蓝水坝 跟发电厂之间的重要通道 也是水要进入发电程序的 最后一里路 压力钢管就是说 让它的压抑的能量 不往外泄 把它集中压力在压力钢管里面 这个就是等于一般的工厂里面的 烟料的释送的过程 为了不要让好不容易引流下来的水 在极大的压力下流失 压力钢管的每一个交接处 每个月都要定期检查 像这样这个都是十几公斤的压力 收到这样两色热脏 变成一个摩擦 就是说这个工这个外表 跟这个我们里面的这个 某压力钢管的摩擦就像这样 摩擦久了以后它就有点磨耗 汁水效果就比较不好 科长你倒手的吗 没有啦 这个就要这样做 这边的 今天我们检查三号馆里面 有两制式 这两制式这地方有漏水 我们今天加索 目的就是让那低的漏水 不会继续扩大 好 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 来 让回头喔 压力钢管大多架设在山坡上 利用高低落差来输送水力 一路往上的阶梯 被工作人员视为好汉坡 每天都在练腿力 什么时候要起老婆啦 什么时候要生小孩 之前有什么时候结婚呢 这个有些来三十五度而已啊 明天我们 我们那个要走的 大概四十五度到五十四度之间 那个来回喔 来回差不多一个小时啦 路程差不多一个小时半嘛 沿着木瓜溪再往上走 来到海拔一千三百公尺 滑洞最高的龙溪发电厂 因为地理位置特殊 龙溪电厂藏在山洞里 压力钢管得靠工作人员 带着头灯摸黑锦修 高达两百四十二公尺的上下堕叉 光走完就要花上一小时 那人弄一件给他穿 这个鞋走 我们现在鞋走的时候有坠落的危险 所以说我们要在行事钢管的时候 一定要背在这个防坠落的设施 所以我也得要这样做对不对 你要这样做 为了拍摄安全 导演也做了防坠装置 还加派了一名工作人员守护安全 工作环境的恶劣可想而知 好 先停后下去 好 转回来 把他再转那个架 这个又危险啊 对啊 又危险又轻入 好了没有 我们要别的那个工具 走的路线也都在铺外 它不像在隧道里面 都见得又窄 路又窄 然后又它那个阶梯又多 所以说在这里面要维修器材 是困难度是比较高的 压力也比较大 对 而且人也在那边都不见天日 做起来总很容易疲劳 日复一日的工作 跟蔡万芝同期的两位同事 2019年也都要借临退休了 蔡万芝的心里有深深的感触 我是觉得说 应该是要一代要转一代 我们看起来目前台电 好像近几年好像断层严重 就像我现在 我们下去这三个老了 都将近这一两年就要退休 再下去就是我们那个柯先生 他才又进来两年 我是觉得是目前 我深深感受这台电 是一大段少 我现在目前到台电的话 是快两年 就像前辈说的 上班不只是只有坐在办公室 那也可以去去山上看机组 了解更多台湾电力公司 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我们东部发电厂 到底在做什么 深山一谷清 发电厂的水路维修工作 还在进行着 一代又一代的台电工程人员 持续守护着这份 得天独厚的水电资源 好让花冬地区的居民 可以勇敢光明 收 ин ses 收入 收入